美国有一名女记者 在新闻现场做转播时 突然被一辆车从后方撞上 来不及反映的她 整个人瞬间弹出镜头外 发出惊慌尖叫 所幸她并未受到严重伤害 尽管消失在镜头前约25秒 但她随即报平安 并坚守工作岗位持续播报 记者正准备开口连线 团被一辆车从后方撞上 来不及反映的她 整个人瞬间弹出镜头外 发出了惊慌尖叫 同时消失在镜头前大约25秒 记者还是敬业地跟大家报平安 随后扶起了摄影机 重新站回镜头前 还忍不住笑着说 但俄罗斯这一名记者 可就没有这么好运了 Live报道赛车甩尾袖 下一秒却突然消失在镜头前 被猛烈撞击的男记者 当场抖地不起 随后众人搀扶之下紧急送医 记者连线状况摆出 在运动场边连线 突然一颗球从远处飞来 重重地打在记者的脸上 另外这名男记者也是话说了 一半被球击重 还好没有大碍 美国这名记者连线 也上演生死一瞬间 当时他正在路边 报道一级火车出轨的意外 没想到后头一辆白色轿车 突然朝他直冲而来 若不是摄影记者 立刻激紧的大叫快逃 恐怕已经闹出人命 与死神插身而过的记者 事后连线报平安 还忍不住当场哽咽 情绪久久 无法平复 记者松核报道